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区区事务所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艾斯85提交前后的注意事项 此前我们已经有一些视频讲了 关于艾斯85作为利卡申请的最后一个重要步骤 这方面的情况 现在根据2021年以来的一些更新 我们在这里再准结一下一些注意事项 包括比如体检,面试 回复RF1提交申请以后的EAD等等 这些情况还有别的个人的背景 这个方面的注意事项 那么我们知道最近排期前进比较快 很多申请人EB1现在已经不需要排期 如果需要146和485也有利一块钱 EB2和EB3排期最近前进比较快 而且我们预计等到10月1号以后 避免就会开放排期等待时间会更多 所以来自中国的职业移民来说 EB2要等三年左右 然后EB3需要等点四年 那么能不能更快也有可能 大家可以看一下最近的文章还有市值 讲到一个485提交以后还可以改变这个basis 所以如果需要你也可以考虑先交了485 然后比如说如果你基本符合EB1的条件 哪怕EB1最后没批 你485交了半年多一年甚至一年多以后 如果你的EB2或者EB3批准了 你可以把I485的basis改成EB2 EB3 这样你就能早交485 早交485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你有可能早拿到绿塔 另外更重要的呢 可以拿到EAD为工作 还有呢你交了485以后 不需要任何别的签证身份 就可以合法地待在美国 总之有很多便利 那我们知道呢 因为过去一段时间的情况 原来说 哎呀来准备说要好多留学生 后来呢有的人主动被动啊 离开美国了 然后呢 因为疫情的原因嘛 现在TURB呢 这个相对来说 新办的比较少一点 所以呢原来办的 还是拿到的朋友 有多一些人的机会 另外呢 因为美国驻外使命馆 以前一段时间呢 发放的亲属移民情分比较少 那省起来的民众呢 也都给了营业移民 所以这都是有利因素 从亲属移民角度呢 我们知道 这个绿卡持有人的配偶 和未成年子女 他们呢 过去已经两年多啊 这个时间一直都没有排期 很有利的因素 比如说呢 如果你有绿卡 或者你的配偶有绿卡 那么 这个绿卡持有人 给配偶办亲属移民 不需要一起 130和485 都一块儿 他们一切顺利的话呢 提交以后 这个一年左右 就能够到绿卡 我们绿卡自己的美女同事 他自己呢 是通过他妈妈 为他办的亲属移民 也拿到的绿卡 然后呢 他为他先生 办的亲属移民 就像这样的 这个结婚以后 一年 可以拿到的绿卡 总之呢 我们绿卡帮助数千位 来自中国的 科研人员 专业人士 也有其他的申请人 取得了485的批准 有职业移民 也有亲属 那么总体来说 我们感觉 现在呢 在拜登 政府这个专利之下 绿卡的政策 移民的政策 相对比较有力 比较努力批 那么还有几个 注意事项 一个是体检 大家知道呢 你这个现在体检的 两年有效 如果你在提交485 以前60天内 办的提检 那么交上去以后呢 比较努力 也有效 从这个角度出发呢 可以在提交485 以前就办理 如果说 一时约不上提检 或者说因为怀孕 等于您 所以是不方便 所以不想做 那么呢 你的485 也可以先交 过后呢 可以等着 收到了移民局的通知 或者面试的时候 然后再把提检报告 交上去 就是可以 那你要说 我自己先交了485 过后 我没收到工资 自己就想 在比较体检 行不行呢 也是可以的 但是 有的时候呢 有机的提检报告 丢失的风景 我们认为呢 收到RF1以后呢 这样一般来说 也不会堵累 485的批准 说到485的批准 时间 有的人会问到 我提交了485以后 多多能批呀 当然这个因人而异 有一件运气 可以看一下 我们写的文章 上面有485的批准书 截图 我们有很多客户 交上去以后 半年 半年多一年 收席准书 然后呢 那么standard的时间呢 可能要将近一点 然后 当然这个因人而异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交了485 同时 我们知道 就是交 爱765 爱EAD 最交 爱131 半年 这个呢 传统上 你提交以后 四个月左右的VP 但最近比较慢 那你可以想办法 如果你很着急 或者是 客观原因 然后呢 需要你的EAD 也特别要帮 批准书 公卡 尽快的批准 你可以联系一名局 联系一员 这个呢 我们也写有这方面的 这个专门的文章 可以参考 那我们也有客户呢 交上去申请以后 EAD和AP 还没批 康报还没批 这个485 也直接批准 没有任何情况 然后呢 还有什么呢 就面试 亲属移民 一般来说呢 都会有什么 约约移民呢 过去一段时间 大概有个大半 都没有准备 约批准 没有很多客户 这样的 包括曾经 不打批准 我们也有 很多情况 所以呢 这方面 现在来说 其实也比较好 那么根据我们的 经验和观察 如果说申请人 曾经是两个员 或者有多的情况 那么在申请提交的时候 就可以写一个statement 提供合理解释 一个问题解决好 这样的话呢 根据我们的经验 有很多这样的事情 没有进入面试 485的绿卡 直接批准 我们也有 这方面的文章 即将发在我们微信 1号 我们也有网站 大家可以参考 那么这个呢 是关于面试的情况 当然个别的申请人 有的时候呢 还是会遇到面试 这个面试嘛 相对来说呢 是比较最多 而比较简单的 可以看一下 我们关于面试的 这方面的文章 那么 有的申请人呢 会收到 FB要补充排量 还有的人说呢 我的case啊 从National Benefit Center NBC 转到了TSC 去说要的时间比较长 怎么办 等等 这个呢 都有可能 这个case by case 因为移民局呢 被要根据workload by balance 请的这个 这个case load 所以这有时候 也会发生 但是呢 一般来说呢 不用着急呢 如果你的心情 已经等了一段时间 可以看我们的文章 怎样 联系移民局 联系移员 来加速 总体来说 总体来一下 最近呢 绿卡排期比较快 这是一个优势 而且呢 你很多情况下 还可以 先根据一种 pity degree 交了485 比如EB1 或者亲属移民 或者职业移民 过后再改成 EB2 EB3 或者职业移民 改成亲属移民 或者反过来 亲属移民 改成职业移民 都是可能 而且绿卡 持有人 给费用 反绿卡 还不用 回息 都是有利因素 485呢 当然交了很多 你要说一个 不可避免的 一个后果呢 就交了很多申请 总要一段时间 来处理 所以你收到收据 以及批准的时间 有的时候呢 有可能会给你 请问房 但是呢 还是有各种办法 应对 可以联系 这方面呢 我们有详细的文章 视频 可以参考 如果你有具体的问题 比如说 过去的身份 代表的问题 也会允许可控做问题 签证身份的 其他方面的问题 然后呢 还有这个 过去的党员身份问题 等等 亲属关系 这些呢 可以另外发信 通过其他的方式 看我们的网站 网站上也有联系方式 也有领域评估 也有领域评论 我们这个视频呢 总结一下 2021年以来 i485申请的 动向和常见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